根据一名调查记者的曝光 洛杉矶市议员马丁尼兹 曾经为了迎合黑人运动 而要求落成警局所有警员屈膝下跪 该事件在7月3号 由California Political Review网站报道 文章指出 在6月2日的警局内部会议上 局长摩尔被告知 市议员马丁尼兹想要警局下令 让所有警察向黑命贵运动示威者屈膝下跪 对此 局长摩尔提出反对 表示不会命令别人屈膝 也不鼓励下跪或以此为榜样 然而马丁尼兹没有放弃 继续通过其他警局高层官员施加压力 并且试图绕过局长摩尔 让警员下跪 文章指出 该做法遭到大部分警员的拒绝 因为根据加州法规 命令政府雇员在宗教活动中下跪实属违法 而且警察维护治安的工作中 没有下跪的内容 这时政治活动不是职责所在 事实上 马丁尼兹除了要求警察下跪 还曾为了迎合黑人运动 在6月3日高调推动缩减警察预算 并宣称此举是为了终结种族歧视 而该提案已于上周三通过 洛城警局已遭到1.5亿美元的资金缩减 新唐人记者郭约西 洛杉矶综合报道 被约海费护院的缺币 现在身不赞约队 团标准